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者给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要帮你理财再次的升级 今天一开始要帮大家升级 就是对于油价的一个感觉 现在油价大概有什么感觉 应该都蛮高的吧 因为最近去加油 大家应该有发现 去年是一开头 现在已经逼近到3开头了好不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油价已经创下 两年来的高点 目前是坐7万8 我们看到西德州原油 现在来到每一桶69美元 布兰特原油也到71美元 所以现在已经占上7开头了 从这个K线的角度来看 油价挑战80元也不无可能 好不好 那分析师们也纷纷看好说 油价还会有继续往上走的 这一个空间 那回到国内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行政院主计总处的一个资料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在最新的一季 是调升到5.46%的一个成长率 原本是4.64 所以算是大幅上修 0.82% 这算是还蛮高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每个人的GDP跟GNI 分别到了这个3万2千块 跟3万2千7左右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情况 确实是相当的一个良好 所以呢 以目前疫情的状况 会不会有这个拉库存的这个清新 或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影响到下半年的股市 该怎么看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 是我们的经典组合 妖怪组合 第一位是我们的古怪教授 谢丞燕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阿格丽好 还有妖狐大师大家好 应该还认得出来是我啦 有有有 看底型就知道了 标准耶 那现在有时候我都在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装扮一下 因为后来有时候衣服换上去 这个东西都一袋 好像也没差了 也没差对不对 所以疫情也是冲击大家一些生活的习惯 辛苦大家了好不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妖狐大师明章 阿格丽好 主持人好 那一开始先请教我们最有型的教授 今天穿粉红色的 就是先跟你请教油价 因为我们油价刚刚讲到坐七望八 那台塑世保的这个财报 也即将要公布了这样一个情形 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看 硕化相关的LAG 因为我最近在看 盘面上的一些焦点 其实化学相关的 硕化相关的都非常的强 是不是跟油价有关系 我们先从油价来看 那我也要先跟大家说声抱歉 为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我认为油价七十块 应该是一个蛮大的压力 压力 那最近我可能必须改变一下我的 改变啊 我的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原先我对油价 我认为到七十这边不容易再往上走 是因为一旦到了七十这个地步的时候 会吸引页油的业者回来 对 但是现阶段呢 当然我这个部分是不会改变 就是说油价上了七十块 页油的业者一定会开始 逐步的开封他原来封闭的这个油井 对不对 好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看这个OPEC家那边 增产的速度并没有很快 也就是说他也没有就是说要去好像马上就要打击 他自己也在看 你反正你恢复的速度很慢 我也不急着要把油价压下去 大家现在新造物圈 好像有一点在玩一种game theory的概念 那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景气复苏的力道 比我们想象的还强 强很多 强非常非常的多 你看光现在这个 我们自己台湾飞美国的班机 或是美国自己的班机 这种疫苗打下去以后这个 飞往各地的情况 其实已经开始热络起来 大家都动起来了 对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呢 我觉得油价往上挑战80块 应该是可以很合理的 但是但是 80块往前看 其实这里面的过去的80块的反压 我觉得是 这个反压是相当大的 如果我们推过来 因为上一次 油价的部分在80这个地方有压力 那之前的80是很重要的支撑 所以我认为如果油价真的要充80 那可能OPEC加对于产量的控制 它没有快速的扩张 对 夜营油恢复的速度 也没有如预期的快 然后再用景气复苏 然后景气复苏力量又很强 就是这三个条件我觉得都要吻合啦 才有可能 但目前我是先出估 站上70的时候会 先会有一些震荡 对 但是它会逐步的去挑战 有没有可能像过去这样的一个 情况 因为过去在 2011年 那时候宽松政策一出来 油价那个喷的跟什么一样 然后喷上来以后当然也是大幅震荡 但是这一次呢 大家要知道 之前为了推升景气是一直在宽松 没错 可是接下来是 可能是紧缩 就是利率决策 可能是紧缩 环境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这一次推升的力道 倒不是由钱来推 我觉得是有景气 所以我们到时候要看一下 这两个之间力量的一个拉扯 力量看哪一个 但是我觉得油价维持在高档 这件事情 我用自己啦 应该是合理的 应该是合理的 好 但问题就是说 投资油到底有多少获利空间 我比较难去掌握 因为我毕竟我觉得油的变数比较多 但是如果油价维持在高档 这中间我刚才讲到一个重要关键 是景气复苏的重点 而不是油价维持在高档 油价维持在高档 当然对石化业本来就有利 可是最近很好笑 安哥利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看基本面的 没错 那我就看到最近有一些报告 然后就说啊那个台塑 啊五月营收出来 川普说六月没有办法再有 维持以前的成长的力道啊 注入之类 我想说啊这样不好啊 然后又另外一个 啊这个 这个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你看奇怪啊怎么 那不像 我想是讲同一家公司吗 对啊 台塑不就那一家吗 还有别家吗 对不对 诶 怎么会这样齁 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能比较在意短线的杂音 但是我比较想的是整个下半年啊 下半年 下半年石化都看好 所以如果说油价维持在高档 当然这是第一个对石化业本身的利多 对不对 好 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就是说到底他在运用端 是不是真的好 比如说太阳能产业 这个碳中和现在大家都要拼太阳能嘛 太阳能板一定是去 太阳能板 好 然后再来你看哦 什么包包啦鞋子啦 都出门了当然要打扮 以前在家里的时候 我最近 有一天我把口罩拿下来我自己吓一跳 胡子没刮是不是 哎呦这谁啊 然后赶快打电话报警说有小偷啊 你看怎么是我自己 你知道那个样子已经变得 那你说如果都不出门 你有兴趣买鞋子买衣服吗 也不会 你看现在我们都还要录影 对不对 我都在想说 反正口罩戴着 都差不多 你现在不知道是谁 搞不好也搞不清楚 现在讲话的人到底是谁 我是谢陈彦啦 知道齁 对不对齁 古葵教授大家都知道啦 不是 啊问题是你就会觉得说 那我一直换衣服没有意义啊 像以前我们可能 哎搭配这个衬衫 搭配这个西装 搭配眼镜 你都有一套 有你现在搭配口罩 对你 你就觉得说 可是我跟你讲 一旦解封以后 这种 要释放 压抑很久 鞋子拉什么的 好你看会带动 好 再来汽车要不要 消费整个都会上来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 整个目前 5G伺服器的需求 你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不是在 单纯的谈油价对 石化液的影响 我们在谈的是 景气复苏以后 各种消费 因为你其实脱离不了什么 塑化产品 没错 所以我把它列出来 这个观念很重要 就我们不要一直很 就是 很多人就 油价好石化好 油价低收 我跟你讲 如果只有这样就浅了 如果只有这样就浅了 所以呢 我帮各位整理一下塑化股 那如果说我要 我要做的话 我们也不要 分很多 什么一线二线 之类的 其实我们很简单做 如果我要做 我会先看殖利率 所以你看我这边 我帮各位做了殖利率的排序 我们以现金股利为主 因为塑化产品 它没有办法像 电子股 像邀谷大师的股票这样子 是用标的 它就是给你这样 在产业 下半年OK 它就稳稳的 所以我觉得殖利率 应该是我们考量的重点 对 好 那殖利率当然 当然 如果像这种异常高的 你就要知道 它的获利啊 欸 这碳3.9 欸对不对 3.91 它一季赚1.84 然后呢 它现金股利可以发12块 你想也知道嘛 钱怎么来的 这个我们就不讨论 所以正常大概在6% 殖利率在6%的 6% 我觉得OK 这就非常合理 本益比又不高 那你又符合这个题材 你可以从这里面来挑 那另外的 像大家如果比较关心 像台化 其实殖利率稍微就弱一点 只剩到2.85不到3 但是从最新一季的 这个获利啊 我帮各位圈一下 大家比较好看 就是2.2 2.2 你如果从它最新一季的获利 未来只要持平就好 一年有可能赚8.8嘛 对喔 所以最新的 股价这样对应起来就不贵了 这本益比大概10倍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去看这个塑化产品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如果你已经是 做这个豪华邮轮了 做习惯的 或是看漫威看习惯的 这个塑化 可能会让你有点失望 就它比较属于家庭伦理写实局 他不是那种 就是 那个好莱坞那种爆破系 突然逆转胜 逆转胜 或是明明在地球又飞到外太空 船都可以飞起来 有没有 一次飞三艘的那种 这不是 但是我觉得如果球稳定 我就说话下半年还是可以期待 刚刚教授跟我们分享的蛮多 阿哥你也觉得非常的认同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相当多的产品 那如果不认同怎么办 不认同我会说 再接下来请教明明 哦 对对对 所以我们是很有伦理的 好不好 所以蛮认同教授说的 这个解封后大家对于这些 塑化产品的一个要求 例如说像刚刚讲到的 不管是这个包包还是鞋子 其实都要用到这些实化的用品 所以接下来这个塑化类股相当值得 大家去关注 那说到油价呢 接下来就要请教明明 因为另外一个族群 这跟油价也很有关系 那就是航空 航空公司 随着这个解封来临 大家预期说 以后要报复新的旅游 那旅游也会增加对油的这个需求 所以油价也一直在涨 那台股6月 我觉得蛮惊奇的 航空双雄爆量 这成交量我还以为有看错 分别是这个68万 跟128万 所以如果从这成交量 不禁让我想起 之前货柜长龙一天 88万张的那个大量 颇有那个味道 所以如果我们用 这种成交量的角度来看 航空双雄有机会复制 航运股的走势吗 我们先讲一下 其实台肥股是6月份很有趣 就像我们上回跟大家聊到的 上回不是聊到说 台肥股可能6月 都是走传产股为主 其实过去这段时间大家看 传产族群的表现 还是比绝大部分的电子股好 对 那这有个先决条件 我们评判这股票到底抢不抢 一件事很简单 以今天录影的时间来讲 台北股市下是17000点附近 离17700点还有点距离 可是你会注意到 航运股 不管是我们之前讲的水里有的 还是一下天上飞的 其他都已经接近波段新高 甚至创新高 这个逻辑大家先理清楚之后 我们再来看 航空双雄强不强 来 其实这股票涨的理由 短线而言 哎呀因为 疫情欧美解封啦 飞美国啦 或者台湾跑去飞美国打疫苗的啦 题材很多啦 题材很多啦 但是我们不要看短线题材 我们看长一点点的 想一件事就好 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 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长荣瓦 全球最大 你看航运看一个东西 卖飞机的公司 你看波音 你看Airbus 前两天波音就说 我们要开始复工了喔 波音开始愿意制造飞机出来卖的 代表什么 航运股要起来了 对啊 航空股 人家飞机愿意卖 表示我对这个飞机有需求啊 如果没有这个需求 我没有这个需求 我哪敢买飞机 已经贵死了 大家知道 飞机不要说买的成本 你光是parking在机场 那个停的成本就很贵了 那个吓死人 所以你回头想想 这代表什么 全球的航空业 是真的因为 全球 而且欧美疫情的解封之后 对这个市场的 那个吸引力就出现了 大家愿意出国了 开始坐飞机了 开始热络的频繁的交易 所以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 都是 所以从技术面来看 前几天这个大量 不用怕 它短线爆量洗一洗而已 整体拉长点来看 最近这个爆量120万张 对到前面 很恐怖的量很大 我猜很快 不管是华航 或者是长荣行 很快的 我猜你会看到新高 很快就会看到新高 因为这个趋势就越来越明显 就像我一直在讲 台北股市的多团很有意思 明明加权指数 1万7就蹲掉了 好像没起啊 好像没什么起啊 怎么有些股票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而且都是 你以前觉得 传产股啦 看他没起 而且股本都蛮大的 对股本大 你看喔 这股本都几百亿啊 甚至上礼拜跟大家聊到那个造纸的 股本也上百亿啊 造标啊 所以你回头想 是不是真的市场的资金 都在往传产去parking 甚至我在猜测啦 给大家个参考 这些传产族 背地里 会去买这些股票的人 搞不好都是以前做电子股的 就是 他是传产的皮啊 但他是电子股的灵魂 电子股的操作的思维 对 就是股民变成传产股而已嘛 但是他操作的思维是以前的电子股啊 我问你啦 这股本 五百亿的公司清菜的长天板 你绝对不是产互买的啊 不是一般人会去买啊 你一般人会去买一大堆航空股嘛 不可能嘛 不可能 就像之前 阳明怎么起不下啦 又在起 又在创新高 一样的逻辑 所以你把这套逻辑套过去之后 我们要摒弃过去你对财产股那种思维 你把它当成电子股这样想 就简单多了 其实他是表股 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啊 这种灵魂啊 就是 此外是因为这一波电子股 强度比较弱 逊色一点点 所以导致很多资金往那个方向挪 才会变成这样 给大家一个参考 邀古大师这次有说服 因为阿格利是一直很基本面的投资人 所以 当我看待航空股的时候 我用过去 看船长航空的思维 我们全都觉得 那就是像这样嘛 就是你的EPS也讲不出来 可是如果用电子股 这个题材的思维 主问题就稍微比较 好像比较合理 对对对 像我们之前讲政达嘛 这个变色玻璃啊 产品也还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股票已经飙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比较能说服啦 所以阿格利有被邀古大师说服 观众朋友也参考看看啊 如果你是过去喜欢玩 这种 电子 题材类型的 那你 不妨用相同的逻辑来看待航空 你不要看股民 你不要以为他是 那个长龙店 这样就好了 你就觉得习惯了 好 相当有趣的一个逻辑 那阿格利也觉得大家不妨参考看看 好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 咸鱼翻身这样的一个话题 因为咸鱼翻身一直以来啊 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很热门的一个方向 例如说像联电嘛 以前就是金元代工老二 大家讲台积电 谁在讲联电 后来联电 从十几块涨到五十几块 然后呢 接下来上年是什么 我们聊到这个航运三雄 万海 长龙 阳明 以前也十块二十块 大家起到三四十块的时候 就想说 这实在太高了 结果转眼间三家公司都破百了 万海甚至还到150以上 所以延续了这样的投资的主旋率 下一个咸鱼翻身的类股在哪里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不要每天去想说指数一万七一万八 有时候这个指数的上涨 你的个股如果选错也不干你的事啊 所以下一个咸鱼翻身的类股可能在哪里 我们先请教授 大家讲咸鱼其实配稀饭很不错 咸鱼配稀饭 配稀饭其实还蛮不错 实际上是这样 就料理啊 就看你怎么料理 食物美食怎么料理 还有吃的人用什么心态 那刚才腰谷大师讲的 我觉得很有趣啊 就是说 你看传产股 你都把它加一个店 店传产 这个长龙航店 然后华航店 也许你的思维会不一样 其实我真的觉得 其实今年我们也学到很多啦 我觉得 我们也不要总是觉得说 我做股票二十几年 你做几年 对不对 或是说我赔过多少你赔多少 或是我在做股票的时候 你还在喝奶 都老旧的思维了 因为说真的 在股票市场的产业结构 还有投资人的交易的行为 还有我们能够利用的工具 很多东西都在改变 当然技术面技术面 基本面基本面 好公司还是好公司 但是问题是说 我们过去认为大公司 大股本 推不动 连中刚都可以涨临盘 那我们不能一直去想说 以前什么 如果像连中刚这种都在涨 那最后一波 那你看一波又一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你要怎么讲 然后过去我们在讲什么波浪理论 现在没有 现在只有一波 现在的波就只有一波 所以我觉得不用一直拘泥在过去的思维啦 当然但是有一些原则我们 我其实我还是会遵守啦 就譬如说 譬如说 获利的情况啦 营收成长的状况 那当然 刚才姚谷大师讲的航空 因为他有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 这个商机在那边 所以同样的 如果有商机 又有获利营收的成长 力道也很 就更好了 我觉得那是更猛了 那 现在解封过后 你要讲咸鱼嘛 那我们当然就说 谁会对咸鱼有兴趣 谁会对咸鱼有兴趣 就是很久没吃 需求端啦 你在讲需求人体 很久没吃饭的人 就我很久 我已经饿很久了 咸鱼 喔 对不对 他都觉得是美食嘛 应该是这样啦 对不对 要有新鲜的鱼可以吃 谁要吃咸鱼 就是压抑很久的人 对对对 好 那所以表示 业绩大爆发的产业 可是我们过去却忽略 对 怎么讲 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聊到高尔夫球吗 现在很惨啦 都不能去打 那同样你想过去一年喔 想要打高尔夫球的人 没办法去球场 他会买球竿吗 不会啊 那球大概都拿来 球竿大概都拿来供应啦 打人 或是发泄 最近打小孩的人应该蛮多的 结果都发泄完了嘛 对不对 然后所以要上球场说 诶 我的球竿头咧 我的球竿的头怎么不见了 又要再买啊 所以一定要买 所以最近球竿头相关的 你看 这个是最近 很有趣喔 我把 头信啊 他连续买超的 我帮各位整理一下 当然 在这个族群里面 第12名到第24名里面 刚好有几个 刚好就是我刚才在讲 譬如说 民安 大田 还有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喔 其实有时候我在看广告啊 我大概就知道说 现在 所以很多人说 诶 都问我说 你为什么不参加VIP 就不用一直看广告 我说你傻啦 不是钱的问题 是真的要付钱的问题 好对不对 其实不是 是从广告我会去感受到 市场现在的卖动 然后我真的就发现喔 前一段时间不是房地产吗 对 比较多 最近是鞋子 最近鞋子 真的真的 而且就是我一直收到Nike的 我都不想点它 它一直来 后来我只要点了 我想要点了以后 说会不会不要再来 就点了以后来更多 越点来越多 演算法找上你了 但是你知道 这代表一件什么意思 我就发现说 诶真的 所以我就赶快去看 鞋类的 诶真的 你看白盒 有没有 鞋带扣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从这边来看 你看 这个线图怎么样 诶 它还没有嘛 才整理而已嘛 对 重点啦 重点啦 三个重点 这里画的乱七八糟啦 这就是要各位认真看嘛 1.95第一季 这个趋势会不会延续 机率看起来是很大 诶 才解封完而已耶 疫苗才刚开始 鞋子才开始买而已耶 买一双不够 因为穿出去的时候 帅 然后第二双帝 人就是这样嘛 对 你看这个阿格力 上市 哦它包包 它就一直换哦 越买越多 哪有一直换 皮带都换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哦名牌 我都讲不出来 因为我没有到那个层次 不知道那什么牌子 哦 然后你看哦 如果是这样 它是不是一年可以赚 多少 7.8 7.8 本益比才13倍 其实也不高 所以 因为有 你不要讲说 哦 我们好像特别厉害 其实不是 你看哦 头信 头信 大户 这个是千张大户 同步都站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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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在买 百合 那你想哦 鞋带扣装在哪里 不会装在衣服上嘛 应该是装在鞋子上面 当然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鞋子的 获利应该很好 哎对啊 因为你鞋带扣如果卖得好 代表鞋子需求要有嘛 要不然你鞋带扣卖给谁 对 我买鞋带扣我回家 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就买了很多鞋带扣 不可能嘛 更惊人的是什么 你看这一档 叫保陈 保陈 过去有 疫情的时候受创最严重的 而且被骂得很凶啊 改革啊什么什么 对不对 劳资问题 你知道 我看到他今年第一季的获利啊 我真的吓一跳 哎 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有看错 然后我又 从多个平台确认 哎真的他第一季赚2.13 赚那么多啊 赚得比刚刚的百百百多 他去年赚1.64哦 今年第一季就赚2.13哦 那那这样 如果这件事真的持续下去的话 今年要赚8块多呢 吓死人 啊现在股价才多少 不到40块呢 我就一直想说 你看我没有看错 戴了口罩以后 眼镜雾雾的 哎没有 所以啊你看哦 这个千张大户是一路的在加码 买太久了吧 一直买 哎 太烦了 而且我觉得关键是什么 就是一直在买的时候啊 股价其实没有大涨 表示他默默在干嘛 默默吃货默默吃货默默吃 他也避免引起市场的关注 因为市场关注了我吃的成本就高了嘛 最近上那么多节目大概只有听教授 在讲这个鞋子 是不是是不是 对不对 然后你看投信也发现了就开始买了 当然我觉得这中间 哎其实我 我跟你讲我很早就看到这一支 但一个一个感觉 妈这一支股票去年 跟没去 那劳资啊 那个菜菜什么那个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个我没有进豪门 那我就对他就没有兴趣了嘛 哎 可是 我当然我们还是要用很客观的角度去听估 因为我们本来就看好 下半年疫情过后消费的商机 那 这个这样的一个获利 我觉得很惊人啊 然后 再来 我就说这个趋势真的 你看明安 高尔夫球头 为什么要买高尔夫球头 为什么要买高尔夫球头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 共产党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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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一季也是赚2块多 哎 说真的 刚才敏章讲一个很重要 他说你们不要都以为 只有电子股很会赚钱 哎真的你看 高尔夫球头一季可以赚2块多 然后 一年赚8块多的股 的公司 未来啦 我不是说他已经赚8块多 我是说 如果照这样的进度走啦 对对 然后呢 现在股价才80块这样 本益比好低啊 那你说啊 船长不能用本益比 为什么船长不能用本益比 我不 看景气循环或什么 对 然后这个叫大田 因为今天戴口罩没办法示范啦 世界第三大的高尔夫球 不然我想要示范一下大田 怎么示范 戴口罩就没办法示范嘛 对不对 你看哦 3.88 第一季 第一季 哎 解封不是下半年吗 那人是这样 我预期要解封了 我刚快的定高尔夫球杆 怎么可能 所以表示 不太会啊 我觉得真的下半年搞不好 高尔夫球的力道会不会更强 有机会很大 我觉得我们用一个 逻辑式去推嘛 比如说 以现在来讲 我们现在都不能去打高尔夫球嘛 所以其实我本来这一天要下订单 要买那个Driver啊 然后后来想说我现在买干嘛 不常说啊 买得更不爽啊 对不对 那我儿子就倒霉啦 这么大小嘛 是要去看看 叫做开玩笑 开玩笑 对不起 不要打电话 因为有时候节目效果 大家不要太认真 不要太认真 因为有时候很认真 那帕音啊 借人啊 你们真的是 要有点幽默感 要幽默感 要幽默感 那我的意思是说 我就取消订单了嘛 那我什么时候会再订 我跟你讲 短时间之内 我除非确认我们真的可以 才会买嘛 才会买嘛 那所以你看第一季 那当然可能 零售商他先拉货嘛 那请问一下 之后会不会持续 所以如果说 今年如果照这样 他可以赚15块 他现在股价才多少 一百六十几 所以为什么 你看投信 投信不是已经买很久 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讲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训了 对 就刚才买而已 诶 刚才买 然后 千商大户才刚开始 所以 我觉得从这个议题的方向 但我不认为他是咸鱼啦 只是说 咸鱼翻身的话 其实咸鱼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食物 咸鱼也是鱼啊 铁值又很高 对不对 就从这个角度看 对 教授其实非常喜欢打高尔夫 如果常看我们妖怪组合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教授 每一集都在讲高尔夫球的事 所以代表说这个压抑真的是很久了 诶 你有在节目上讲吗 还是 有有有 我还弄了一个那个室内的网子 享受一下 竿子打到球这样 哈哈哈 过过干瘾这样 苦闷 所以呢高尔夫球 跟这个运动相关的 也特别值得大家 去做进一步的追踪 接下来请教一下我们腰骨大师 如果 以这个腰骨的角度来看 咸鱼翻身 下一个类骨 我们要看什么 其实大家回头想想 不要小时 真的觉得 哇那怎么可能 长龙行对不对 对不对 华行去 可以长那么多倍 其实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 如果把台北股市的时间 倒回到 三四十年前 其实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 我常听我妈讲 哦 你知道我买那个中华开发 大家知道中华开发都多少钱吗 千几块 千多块 千多块 中华开发 很难以想象 你知道吗 那买中华开发就好 我一张配两张 是一张配两张 那么夸张 一张配一张 一张配两张 以前是长这样 中华开发一千多块 那以前的那个 现在要开发金 以前的那个 国泰 以前是国泰人寿 现在是 国泰金 以前的国泰人寿 一千九啊 所以他也是一张配一张 这样配的啊 所以那时候 后来台北股市 慢慢慢慢有电子股的时候 那些做产产习惯的人 完全瞧不起电子股 没有土地啊 什么啊 没有对不对 没有配够啊 配得到啊 那没有效 这是以前人的讲法 后来电子股起来之后 这二十几年来 我们太习惯做电子股了 其实我们都已经忘记 传产股曾经是标股 忘了那个感觉 对 那个感觉都不见了 你现在回头想想 如果台北股市这一波 传产股的强度很好的话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台北股市当年 三四十年前 是因为台湾 台湾基因价格嘛 新台币种四十块 对美元 喷倒二十五块 跟现在有点像啊 跟现在有点像啊 有点像二七块多啊 没差过啊 你没有注意到 这一波的传产股的走势 会不会跟 曾经我们遗忘的那个年代很像 因为我们小时候 那个年代太小 我们可能没经历过 可是一些比较资深的朋友 你搞不好 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东西 很有意思 来介绍这个族 上礼拜 跟大家聊过 你绝对不会想过 他这么标 滑指 你自己看K线嘛 台北股市这礼拜 曾经有回答过啊 可是你回到想 欸老师 你确定这是滑指吗 这是电子股吧 所以他改名叫滑指电 你就会习惯了 一笔电子股比较高 三个交易的可以两根涨停 前两天爆量长黑之后 隔天再喷涨停 没死呢 那最有趣的是 爆量长黑之后 融资一刹下去 隔天喷涨停 融资又追 今天又创新高 那如果说 这个会不会涨太多了 涨太凶了 全球的原物料上涨 纸浆的价格上去了 这很明确 那本土的疫情导致什么 你对纸箱的需求大增 这是很明显的短线的题材 物流电商都要使用 物流电商 对 可是你把除了这个之外 你回头想想 万一 买这种股票背后的人 就是你熟悉的 以前这些人都做电子啊 现在人家都做传产了 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 如果你今天不要看他 噢 噪子的噪子 像虚伎的 人一个星期去这么多 一个星期而已 怎么上个三个星期没聊到这档吗 所以回头想想 如果我们不要 局限于自己 对于个股的那种想象 有时候把那个 把自己那种想法放开一点 不要自己画地自现的话 台北股市 万一这个族群 他叫纸片人吗 有时候他叫纸片人吗 万一他跟上次的钢铁人一样怎么办 碳中和一马屋啊 报价上场一马屋啊 获利能力 营收能力上升一马屋啊 这样一样他都有啊 对啊钢铁人他是这样可以 中钢可以涨停 人家这样涨停也很正常嘛 对不对 好再看另外一档 他的好朋友 因为赵子的股票不多啦 你不要瞧不起赵子股真的 以前我们 我自己做股票这么多年 我以前就觉得 那赵子有什么好讲的 我自己有什么会这样想 可是我觉得今年我改变很多想法 是不是 我应该更简单的去思考 到底资金往哪个地方去留 这是最简单的 对啊那你资金往那里留 这个股票就强啊 其实刚刚这两档股票 不管是永丰鱼 不管是华子 股本都超过100亿啊 而且全部都是中低价股 你绝对买得起 而且你爱买多少 有多少 更重要的是 它比电子股还飙 你看永丰鱼 矽钢 三匹长庭 下子 真的是下子 看我们赵子股 好啦 赵子股票好像周六党 所以你只要看哪些 华子 永丰鱼 陣龙 就够了 总共有三支 所以你更精简 那个 虽然是妖骨大师 上次我们刚好 阿格里说 欸那个有没有什么 传账股会妖的 我想说 我最多的说 嗯这个赵子 要帮到鱼了你知道吗 我就想说 那来讲讲华子 你看这个太夸张 比我想象的建筑国 它更妖骨 可是想想喔 如果我们抛开 我们过去那个想法 来撇开之后 你就会觉得 其实 如果它是一个 新的族群的主流 你以前认为 唉那种蠢蠢股啊 都是低价股那种想法 你改变一下 它万一跟航运 或者 这个族群 万一跟钢铁 的走势很像的时候 会不会是你最喜欢的股票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对啊那个 赵子类股在最近 这一个礼拜涨幅 我昨天刚好有做功课 超过20% 吓死人 而且是几乎没倒得着 对是全台股 所有类股里面最飙的 我昨天 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还想说 我是看不到 第一名现在造纸 27% 真的是非常非常夸张啊 那我觉得敏章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也不是马后炮 因为上礼拜 因为上礼拜 我是不记得你讲华子 但我有记得纸片人 所以代表说 整个类股的族群 其实敏章就已经提前 跟各位观众朋友说明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个话题呢 是聊到这个中国的购物节 中国现在有一个618购物节 这是他们 算是周年庆的那个感觉 611号正式开刨 那我们看到很多品项的这个业绩 都非常好 像是服饰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成交额 年增 你没有看错 逾10倍啊 然后在这个电动车 也就是新能源车的部分 成交的金额也年增5倍 那讲完这两个之后 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 就是手机类 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的成交额 5秒 5秒钟而已 就破了1元 这单位是人民币 然后小米的手机啊 还有相关的游戏手机 这年增率也非常夸张 你看游戏手机年增率到3倍 所以不禁让我们想起一个话题 那就是大家也很久没说的 5G这样的一个题材 毕竟这些电子产品啊 都还是要用到相关的 像这些PCB版啊 或是ABF版等等 所以接下来我们该怎么看 我们先请教授来帮我们解析 其实我 就说绕回来电子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也不用有太高的期待 是全面性的电子 它必须要很有题材的 而且是 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产业很热 可是却没有被大家盯上的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有被忽略的这样 对我觉得是有被忽略 那因为最近呢 内外资喔 其实最近我对外资讲什么 我其实不太有兴趣啦 可是因为他这一次是内外资都看好 因为今年外资的态度就是 喊这一支股票他也喊 那一支股票他也喊 但是都在外面在发修就对了啦 就站在门口在那边 呼呼呼 叫他进来他说对不起喔 你们不能内用啊 他就站在外面 我说那你要不要外带 他说不用他吃饱了 今年我看他对台股的态度就是这样啊 早上是喔 确实是如此 对啊 就是一直在外面发修啊 这个也喊一千 那个也喊多少 都用花啊 但是都没在忙 不然竟然一天 QK你现在动作这旅馆了 就住一天就走了这样 但是 因为这一次是内外资一起喊 包就是这ABF载版的部分 当然这里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嘛 这个之前明章也有讲过 就是说你做好的经验要装在哪里 对不对 你就要装在ABF载版嘛 他才变成我们看到的那个 黑黑的那个方格子 没错 然后那个方格子再放在大的PCB板上面 那PCB板就这样嘛 那如果没有那个小小 没有载版 你那个 就没有那一块黑格子喔 刚好我 我我我 这两天拿笔电去修啊 啊那个盒子一打开 喔里面好多喔 所以 我的PCB板就一大块对不对 两基板就这么一大块 面包什么的 可是他那个 ABF他就好多嘛 欸 但问题是有多少家可以 你看三雄嘛 就谁 南电 欣欣景硕嘛 就没想到 所有的机构 不约而同看好 怎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真的产能很缺嘛 所以像现在啊 台积电 Intel 跟星星 三个联手 想就是可以把这个产能吃下 这里面其实有个关键啊 今年其实AMD啊 照道理应该是直接弯道超车 Intel 因为看他这个 好像 好像说 老车嘛 古董车 油门一直踩 好像打不落 有没有 一直扒他 一直扒 我们要超车 没想到他现在装了一个Turbo 你看他是古董车 他有一个按钮一按下去 砰 啫 结果你那个AMD 还是追不上 那那个是什么 就ABF300 他把这个产能全部包下来 这个之前 敏章有讲过啦 我只是借他之前讲 我回复一下 重复一下 所以 刚才我们讲这个 投信啊 买超排行榜 你注意一下 第一名是谁 连续的 我这是连续的 就星星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景硕第三 南电在后面 没有进来 但是 等下看那个筹码的时候会看到 所以我就特别帮大家整理一下 重点在这 这个是南电 你看投信进来买 对不对 而且很妙 买在哪里 不是叫人家不要朝底嘛 他就直接朝底 买在最低点 而且还很漂亮 低点承接 然后开始起涨 我觉得这个厉害 重点还是在这里 只有投信嘛 有时候我觉得也不见得 就是说真的 这个股价一定会厉害到哪里去 对 筹码各方面都要看一下 但是千张大户 有没有 都是买超人 持续的增加了 那今年如果按照第一季的 节奏 当然我的前提是 维持第一季的节奏 至少今年赚9块8 所以整体的本益比来看 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 那欣欣的部分一样嘛 你看很妙啦 我觉得这一次很妙 投信很妙 买在低点 今年我真的要给投信怕破坏了 蛮强的 今年喔 我们这里举例而已 你会觉得刚好 其实如果有 之后有机会喔 我们把很多股票 全部拿出来一看 我发现今年投信真的 操作真的很厉害 然后呢 低点这样上来 你看最近又大买 欸千张大户 增加 那如果第一季赚1.49 那如果 这样照这个节奏 今年可能赚6块 本益比也不高嘛 那景硕可能最近的 这一天 就是 表 这里已经上来了 你看 这很像一个大的碗 有没有 我们讲碗形底 那突破前高 低点 你看也是买啊 大户也增加 对啊 同样的节奏 所以我 我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 从内外资一起看 再从行动上面去核对 欸真的欸 一致 而且它并不是像说 其他股票 它是 大部分的股票 它涨的情况是 如果我们要画图的话 假设以景硕来讲 可能这个是月线 我说举例啦 我们之前看 可是它这个是日线 所以表示 就表现空间来讲 其实它有很大发挥的地方 所以教授刚刚也跟我们解释 何谓ABF 用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主机板上 你如果要放这个相关的晶片 就非要有这个ABF载版不可 那讲到这个ABF载版呢 其实在上次啊 明章就有跟我们特别提醒 如果郭平不是要看什么 不妨看看南电 结果南电就有所表现了 所以继续请教明章 ABF 你下次不要这样很敷衍 他每次都说啊 你不妨怎样 啊你要不妨 我们就想说 不用很认真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很认真的点的 其实是最厉害的 高手都是点到为止 对 佛度有缘的 穿菜看看 看那支 你感觉 别再说穿菜看看 纸片也是 也是狂掌 所以这周 我们就要特别 针对敏章啦 直接直求对决 南电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看待 南电 其实如果 我觉得我们把时间拉长一点点来看 台北股市 其实这一波 从5月份那个底部起来 其实那时候 大家如果印象的话 融资其实减蛮多的 那时候我记得 好续连续好几个交易 融资减超过100亿 直到5月17 减了164亿之后 台北股市涨个800点 才从那一天起来的 那你回头想想 这个疫情不疫情 这是问题 本土疫情也好 或者是台北股市 5月份的重挫也好 他们都不影响 ABF载板的长线的趋势 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对于投信 对于很多了解 ABF载板的人 一定会认为 那个地方是个绝佳买点 他的逻辑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 我很看好ABF长线 那为什么会看好 其实刚刚介绍提到 那个故事 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聊到的 南电 星星景就是这三家公司 那时候就是因为 ABF载板很缺 所以呢 Intel呢 耍了一个健招 包产能 所以Intel这个包产能 一包下去之后 AMD的苏阿姨啊 那个CEO啊 气到跳脚 差点抓狂 为什么 我晶片做得再好 我没材板就没效啊 没有用啊 我卖不出去啊 所以 南电星星景说 他的背景 背景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说这个很好玩 你去看他的筹码 如果 给大家个参考 台北股市 不会永远都上涨 偶尔就会遇到 哎呀五月份突然 蹦一下 6月中的 你就回头想想 整个电子族群里面 虽然我们刚刚上班 都一直这样 穿穿股 多好多 多好多 这么厉害 可是整个电子股里面 唯一 有个族群在创新高的 这整个族群 都在创 波段新高的 只有ABF在办 只有他 什么低润 什么那些都没有 只有他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ABF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 愿意去抓 时间拉长的投资人 喜欢抄底 的话 台北股市 偶尔中错的时候 你都会回头看 上次敏章讲过 ABF 有机会可以抄底 你都可以试试 只是检验看看 很容易赚得到钱 因为他长线长到什么程度 来 刚刚聊到Intel包产能 为什么人家 AMD会不爽 因为他直接跟欣欣 包了5年 ABF的产能 5年 5年喔 之前我听到那个 那个资讯的时候 今天又再包5年 这是 我跟其他朋友 还说 这是包氧 包氧 都整个 5年 包5年 我说 人家是栽培 栽培 对 好到什么夸张包5年 结果他 因为现在钱多到说 新兴 现在有钱 我要开新产能 我要盖厂房都行了 要包5年了 也就是说 对于Intel这个 晶片的全球最大厂 他有这么把握 我对这个晶片 对这个ABF 对这个市场需求 我抓5年耶 不然我跟他包5年干嘛 所以你回头想嘛 如果这件事成真 它就已经是事实了 这个股票 真的涨完了吗 恐怕没有吧 只是说 未来这几年的时间里 我们有没有机会像 上个月 那种买点 有 我们就买 没有我们就稍等这个 这样就好了 这个操作比较简单 那最后 这一档 3037的新是主角 南电主角 但很多都漏到这一档 其实这一波 我有发现 过去这一个多礼拜 景硕的涨幅 其实有点吵车 也就是说 这三个股票 我建议你买的时候 可以一起看 他有时候之前强的时候 都是南电最强 可是我发现 今年以来 这两只 低价的比较强 因为去年 南电起多少多少 没有 今年 我猜原因在于说 第一个股价便宜 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筹码面各方面 我觉得会比南电更干净 就是南电虽然很不错 也是ABF才版 它是最纯的 因为它占比很高 可是你回头想 南电为股年 南电从前年 涨到青年 再涨到今年 它涨幅非常的夸张 那你发现 新兴 古尼哥灰修厨 大家记不记得 你回头想想 当时灰修厨 是不是破坏地点 对 六几块 一倍了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想 如果这个产业 这个多头趋势正确的 偶尔 总是会遇到 一些股票运气不好的时候 回头想想 我刚给你讲的 那往往都是很好的买点 所以呢 未来当这些好公司 遇到坏事情的时候 就是大家值得 关注支持 好 那阿格丽也跟大家宣布 有好消息 就是我们投资最给力 已经超过4万个人订阅 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也很多朋友 很热心的 帮我们看广告 因为看广告 如果看超过30秒 我们的频道才有收入 那如果你想要 我们的节目做得更好 我们有更多资源 回馈给大家的话 那请大家务必广告 帮我们看超过30秒 那如果你喜欢阿格丽 投资最给力的话 别忘了上Facebook YouTube 以及Apple Podcast 订阅投资最给力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